大家好 第二條影片想介紹整個系統會有什麼功能 首先想說一下怎樣改密碼 右上方會有一個鎖匙的玩偶 你按下去之後 輸入你舊有的密碼 然後輸入新密碼 如果Pattern沒有太相似的話 應該正常都會改到密碼 如果改不到的話 就可能要用一些新的密碼排序才可以 你會看到在鎖匙的左邊會有你自己的名字 你按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些不同的角色 可能是領袖 總監 或者是會員 不同的身份在這個系統上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遲些的片段我們會再慢慢介紹 同時間你會看到在右下方會有登出的字眼 你按這個按鈕就可以登出這個系統 在鎖匙的右邊你會看到中 或者如果你是英文版你會看到eng三個字 你按下去就可以把這個系統 轉為中文或者英文方便自己使用 在右邊你會看到三個不同的大小的a字 其實它代表了三個不同的字型大小 如果你覺得這些字太小 或者大了 你就可以在這三個尺寸 選擇適合自己的字型大小 在右上角你還會看到一個好像鈴鐺 和一封信的公仔 那兩個其實就像洗手電話的訊息提示 如果你有什麼訊息未看 或者你有什麼未做的話 它都會在這裏提醒你 基本上大家登入了這個系統之後 版面就會是儀表板 圖表和總表 左邊的工具欄 就是你的角色可以使用的功能 留意每個不同的角色 有的功能都不同 在右邊你會看到有一個很大的月曆 那個月曆其實就是用來 如果你將來在網上報名系統報了的活動 它就會顯示 這一天你有這個活動 除了日曆之外 活動預告都是每一個角色的基本功能 而其他好像代辦事項 就是看你的角色有沒有這個功能 所有欄目最多都會顯示三項的主題項目 以最先收到的時間來排次序 如果想看完整訊息的話 每個欄目下面都有查看所有或者查看更多 按下去的話就可以跳到欄目的完整頁面 當然你在左邊的工具欄 按相應的欄目 都可以去到它的完整頁面 在日曆下面你會看到有紅綠黃 甚至藍三個欄目 最主要就是幫你計算 你考過什麼章 出席過什麼活動 甚至乎拿過什麼總會獎勵 都會在這裡顯示 儀表版圖表總表的簡介暫時到這裡 下條影片我們將會講 一些個人檔案的更新和資料的運用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